美國、南韓和日本剛剛完成一次彈道導彈防禦演習 這個標誌著南韓潮著與日本改善雙邊關係的目標 是賣出了一大步 也顯示南韓新政府願意承受北京的壓力 為自身國家主權與安全以及地區和平與穩定 而深化美、日、韓、三國安全合作 五角大樓在星期一在一份新聞稿中說 從8月8日至14日 美國、日本和南韓的海軍力量 聚集在夏威夷、海上太平洋導彈射擊場 參與一次導彈預警和彈道導彈搜尋和追蹤的演習 並依據三方的信息 共享協定分享了相關的數據 五角大樓說 今年6月11日 三國外長在新加坡舉行會議後 三國海軍舉行這次演習 證明了美、日、韓都致力於三方合作 而應對北韓的挑戰 保護共同的安全和繁榮 鞏固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三國高級官員今年多次發表共同聲明 除了表達要共同應對北韓的威脅之外 也強調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遵守國際法 以及維護台灣海峽安全與穩定的重要性 中華反對美日韓在地區安全事務上合作 並且不斷向首爾施壓 要求南韓政府不要與美國和日本維持安全領域的合作 中華駐韓大使盈海明在星期二對韓聯社說 中韓兩國應該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和重大關注 確保雙邊關係圓正確方向發展 他還說美國故意拉攏排斥中國的小圈子 服務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最終只會損人害己 美日韓剛剛共同舉行的導彈防禦演習 是2017年的首次 這項演習中斷五年之久 不單是因為中國向南韓施加強大壓力 也與南韓與日本關係惡化有關